欢迎大家收听动漫训物电台 今天是普新版的时间 星期四晚的稍后时段 会上载到网站 网站的网站是acrubbage.org 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的资讯 可以去我们的Facebook Page 或加入我们的群組 同样都是搜索动漫训物电台 或是acrubbage.org 就可以找到专业或群組 今周有什么新闻呢? 各位新闻先 首先是负文 很重要 星巴巴说作者崇智阳去世 42岁 很高兴 今年不知道什么事 我记得还有一宗 除了他之外 你不要抹下 我之后補回 真的太多人 真的太多人 多得好像有人走 超无人 那没有什么新闻呢? 未来香港终于会上少女雨天车 他跟台湾一样 好像5月12日 隔多个星期 同时会有4DX和普通版 4DX真的很好看 我之前去旅行的时候 都看了4DX版 现在日本还有超绝爆音版 就是炮弹声 或者拆弹飞来飞去的 实感会更加强 4DX版 顾名思义都会有体感 我之前看了他 他把椅子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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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基本上去到打的时候 那一会儿真的 是滚浓滚浓的 你和画面完全是很配合的 那他 就是你车 走的时候有理带 那他会有那些震动 那开炮的时候 会滚一声 在你把椅子震动 那他也会 他拆弹的时候 会有些吹气 在你旁边吹过 那会有些烟在外面飞来飞去 那总之 我的感受就是 看完4DX版之后 以后我看任何娱乐片 我都不会想再看3D版 或者 看普通2D 反过来真的 太过瘾了 我没有的 我没有所谓 我没有所谓 我有所谓 我回不了头 因为上大过瘾了 那我觉得 大家 都没什么机会 你 相信都不会说 重影 所以我都是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 5月尾就会出唱 5月31日 即使如此 我都是强烈 建议大家 由器转看4DX版 当然2D就算了 就是 无谓 我觉得 2D就会说 你 给多20元抽菲林 他用这个吸引大家 但我觉得 重要性不是太高 反而 看4DX的感受 是 叫做 你个人 去观赏少女与战车 这部作品 我觉得 作为一个 finale 中幕 以一个这样的形式 去欣赏 这部作品 是最佳的享受 所以都 强烈建议大家 看4DX版 好 好 大致上 我现在在找副文 你继续 上星期 我在日本的比赛 看了 梦面七月一号 和 歌之美少女 All Star 分一辑 射程版 即是年度 年度 赛 梦面七月一号 正在上吻雪編劇 扭拖到阵 哇 超你个废 歌之美少女 不是上吻雪編劇 就可以了 总之就是 立法庭 立法庭 因为是女儿 还是孙女 应该是孙女 应该是废 立法庭 因为是女儿 本来是本来是照顾她 但是 几年前本来说不知什么 就离开了她 现在回来 回来 找她 打她 搞亂 总之就是 木名其妙 是妇女生情 妇女生情 妇女 本来是本来 因为是妇女 那些 就是 故人的孙女 明白的 明白的 剧情呢 老土的震 都算了 闷 真是很闷 在黑眼睡 完全是 我都不明白 我以为 很奇怪的地方 最老土就是 本来晚死了 然后他复活 但是没有死就好了 你懒得做高潮 就死了 然后又急收腰带 急收火炎盟 急收火炎盟 来复活 然后又救 等你落废 阻挟住了 就是完全是 正常闻事 就是 只要把她老土的东西 发挥得尽 她不需要写这么老土 这么亲情的东西 正常闻事 她要设计情东西 设计情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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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人性黑暗 那些东西 那些死黄道老土的东西 哪有提提的 那些东西 不如找米出正义 算了 完全愚蠢 光美就稳固一点 因为去年那套 光美剧场 那一套很大一集 就是Viucexation 哇 Viucexation 是啊 每一集光美在讲话 又唱歌 哇 Viucexation 幸好今集不是 继续回复 今集是光美 上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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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集为主 再讲前半一两个 前半一声 然后有些人已经 挺好看的 至少我收货 不会太过离谱 但感觉上 作画不得多严重 所以这些人说 Cermoon Cermoon 我用了Cermoon 画了整堆光美人 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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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尤其是今次Cermoon Cermoon 三集 这些人是急跳 完全堪跳重练 完全光美化 光美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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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事组 还是剧场版 都不行 人手不够 这些东西都已经习惯了 都已经有鸡孤寒 他又不肯请多些人画 他自己奸诈 你没有了这些人 未返回就自然填不赶 不如就任由他 好 大致上两度 前半三度 都说完 因为很老 很老讽 有一件事 现在香港不知道会不会上升 火星小强 日本上升了 日本上升了 一百分之五分 所有观众骂了 我没看 但我在池袋CM1SUNSHIRE看 原來你落了東京 我在池袋SUNSHIRE看了 因為前個星期五我一落機 早上也整天要去做 不看你做什麼 有整天的時間 看了兩套 兩套都有一兩個trainer 一個trainer短一點的就是火星小強 三十幾秒trainer應該最好看 應該傳露器最精華 我竟然看到媽媽的聲音 一到trainer已經不行了 我也是覺得 首先日本的電影人 不懂得展露器 當然我覺得本身的作品 已經不是很適合真人化 日本人不要拍一些方向大片 之前陳菲菲也會出現 還有這個真激巨人 又是出現的 又是出現的 發了一快點 所謂科研大片就會出現的 超死人 另外一套一套會議 就是 看完這套會議 看完這套會議 好像在角壓幕 三分鐘看完這套會議 那套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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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三分鐘不需要詳細 這套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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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完了 今個禮拜先講些什麼 今個禮拜先聽一下 先看看舊片 第一套我想說這個 聊一下你 無彩限定 幻影世界 好像在銷量上 比日常更贏 是嗎 我沒有留意 有些銷量 用銷量 比日常更好 我沒有留意 我學得應該 跟境界比方差不多 這套你先說吧 我先說 好老實說 跟之前 真是鬼初 一二那時候 基本上都是一套足跪片 然後再加一些科幻包裝 其實都是穿著附會 所謂科 科幻都是 借題發揮 我應該這樣說 有時候 一些完全不適合的 小貓 就變成全圓貓化 再加一間貓鬼奧 然後 有時候又說夢世界 潛意識 基本上都是 反應世界 總之就是 將一些很 很 generic的 觸鬼橋段 再加一些 借頭借腦的科幻包裝 實際上都不是很科幻 我偏向是一個 很典型的 觸鬼故事 就是 一個系列 十三集 都是很厲害 後宮女角 一人一 一閘角色 會失夠幾集 然後再拆拆打運 再加其他 爭得到或關小小事的 捉鬼 最後就是 藍珠哥 那些劇情 就結束了 我覺得 這部影片 以一個這樣的班底 導演是 石原立也 就是 Curanado 梁宮 Aer山姆曲 即是Kize山姆曲的 監督 智謀文言也是 也是那些作品的 那些作品的編劇 拍一部 這麼沒有誠意 這麼沒有水準的作品 不是 太過手 整個東西都很沉悶 太過手 這麼沒有誠意 這麼沒有水準的作品 我的意思是打了一個凸 即是這麼說 最意有口頭禪 只能這麼說 只能這麼說 郭川 但同一般輕輕說 郭川 很多 郭川挑作品 郭川 或英方 驚訝來 只有自己的輕輕說 他常常在自己的作品 在演唱會上 穩囤來捧 但是 李廖不夠人厲害 是不夠人厲害的 他本來 他一向都不是 什麼 即是 他去馬 馬 這些 有 有潛質的作家 他一向都 都沒有這個能力 他經營得太少 而且他 那邊 還未發到為 因為輕小說 始終是 西瓜靠大邊 優秀作家 給他去郭川 郭川 郭川 不可以 都先服事件 什麼時候會再經壓力 因為小美 這個是 不過都不是 他去到 好像之前喜歡戀 一樣 他都是把作品 堪調重練 再動畫化 不過 本身的作品 的 structure 不是那麼 理想 保守一點 這麼說 也都 一個 郭川 輕小說的改編 還有一套 經亞尼 的動畫 在 期望 的 創意 是相差很大的 即是 經亞尼雖然 老實說 是甘肥色比 但是 出一套作品出來 你都 有一個 不會太低 至少都希望 他 七分八分的期望 他不適合拍 這個 他常常打算 走了 叫做大廠路 大廠路線 大廠路線 拍一些主流商業 石像的 JC 或者JC 拍一些 好主流的 賣盟 沒有發必死的片 但是 你 這裡有很多 他在某程度上 是想 diverse一下 他的 作品 風格 學人 走融觸路線 因為他 其實他不懂 走融觸路線 他拍一些 他 總是曲高和寡 他又不是 曲高和寡 他拍一些 小眾 文藝香 很棒 但是 我打算拍一些 所有人 剛才說了 JC K-On很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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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軸 Lucky Star 都是 說真的 這兩道東西 K-Lucky Star 很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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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 完全是 因為落合彩 總有頭獎 我不怕 說落合彩的 K-On 當時 K-On 和現在小搜射的 K-On 和落合彩 沒有人想 會爆紅得這麼厲害 純粹以外 但他現在 計算過 是想他紅的 我不太同意 以前是說他各方面的配合 令到作品 好像梁公一樣 高了一個層次 梁公一開波 整個自主影片 招飛來大冒險 是出奇招 他是要出怪招 或者 他一聲 令到作品 升到一個層次 但現在是反過來的 你一出來 你預計他是七八分 他出來 是會跌到五六分 但他又不是說 例如說 他好像 現在上了總結編劇場版的 低音號 或者贈了冰果 是可以的 他在這類影片 是可以的 我不覺得冰果可以的 我強調很多次 那 低音號 低音號 就 有一點 有一點 有以前的感覺 就是 可能 他也是有 K-ON的方法 但可能K-ON 他的協同效應 可能是 加二加三 可能是加一 跟以前比 我覺得 他依然 是 低音號 很有K-ON的遺風 但來到這套 無彩下 很明顯 根本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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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肉 他太刻意賣肉 他賣肉 不要緊 他是投機站賣肉 那個黑人爭 他不是 辭之以行 越來越過分 他越來越過分 他越來越過分 我會很滿意 就是 他賣肉 他賣肉不夠 就是 就是 頭頭 他 學者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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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腿 然後 阿祖健 又 又 跟男主角拉大師 都是投機站 他後面那些都沒有了 那裡 就死了 他有小學生 又 又 又不敢死賣肉 沒得說 就要賣肉 就要賣肉 有些東西他做 他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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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製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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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想留一點尾 可能將來做第二季 但關乎他整個系列 玩得那麼順暢的時候 我真的想他 當分不自罵了這套東西 作為驚嚇的長期粉絲 我對這套東西失望的程度和肉質市場差不多 這套東西我失望的 因為我對他本來沒什麼期望 應該差不多水準 反過來說 我對肉質市場 一開始你不會覺得他很棒很棒 沒得頂的東西 但他還會令你失望那個程度 對他沒什麼期待 還可以失望 我覺得他跟肉質市場很相似的地方 就是他的東西很快會玩減 他沒什麼可以保持人的能力 希望他下次好一點 這裡真的離譜了 下一套很多人看完都覺得有很多不錯的作品 《倉之彼方的四重集》 本季兩套競技動畫 上季兩套競技動畫 還有哪一套? 兩套競技動畫 二套競技動畫 兩套競技動畫 兩套競技動畫 溫妞船楼台那一套 RSA有招到一个 走行字 那一套就被編徒 它是致症之中 叫做渲染最终的 都是渲染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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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套就被人被拼离 那两个传统正常 卖友情 卖友情卖竞技 青春有情火花类 這套就是 說起青春有情火花 V都會在那裡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拍得這麼垃圾 這套就是 你看了嗎 放鬆罵了他就沒有錯 V是罵他就沒有錯 是嗎 我可能沒有 然後就是倉之比方四龍洲 這套就是正統派 強者就是與戰 主角 很老土的主角 有有有有有 先歪一下 先歪一下歪一下 這套作品最特色的地方 主角是 他就是介佬遊戲改變 但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拍得這麼熱血血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拍得這麼熱血 為什麼一套白合作 反而會變成了 刺殺所有男主角的愛情故事 他很簡單的 因為他 講得明是四重咒 他是有四個女主角線 他 在這裡就選擇 最異血 和愛情要素 最薄弱的一條 因為另外那三個女角 基本上都是 相對地非常依賴男主角的女角 這個本身就是 非常之異血的 非常之異血的 異血糧 倉庫阿斯卡 那 那 這個女角 本身就是一個女漢子 那 他是 不斷地到處收口供 男主角某程度上都是他口供 相對 所以基本上是男主角 少許其事物語 但那裏就不同的 那個男主角就是因為 某些意外 令他 不敢再上戰場 這裏就是 他不是不敢 又是 清了自己的談 不是 不是 他已經慌了 當他自然死的時候 天才大發 後來發現到就是 原來我怎麼練 他發現到自己不來 但怎麼練都去不到那個位 他一天就決定放棄 不是 他是無緣無故被新手打敗了 就是 但是他經過完 這個作品 這樣走完之後 他又開始 重拾了一個夢想 這件事其實幾賣所 這件事很妙 很出題权的一樣 就是 他多努力都沒有用 不知道哪裏走出的天才 就打下去反了 好像那個 那個 那那個 那那個 那個男國 那個男國 都問 從今次後 這就是 是不用平衡器的時代 但他本來說 他本來是 不知道哪裏走出的天才 他就跑過來反了 這種 這就是 這是一個很老鏟的 groj 但是 就是 一幫主角裙 一開始遇到 一個相對地 Nobo 玩得很公平的强敵 强敵被更強敵人打敗 主角就跳級挑戰最後大佬 贏 這盤牌是很黃度易血 不關人是有界限的事 回一回再說一些基本刺症 這作品是以一個五島列國 什麼五島什麼鬼 唱一下小島可以合法使用反送力鞋 四島列島 五島列島少於一個 那些飛行鞋是反送力鞋 反送力鞋因為太危險 所以要在偏遠離島才可以用 那些人玩得很瘋 用來玩競技 就為之他們的競技是Flying Circus 基本上這種Flying Circus就是 單對單的灰迪奇 就是Harry Potter的灰迪奇 那他的玩法也是很為死似的 就是一邊他是有兩種計分方式 灰迪奇也是的 一種就是好像踢球一樣射龍門 然後又在捉那隻什麼金屋鬼東西 那隻那隻那隻死人蟲 那這裡也是兩種的 一種就是兩個人鬥快拿checkpoint 另一種就是 另一種就是 玩dogfight碰別人的背 那兩個計分方法是同時進行的 就是好看回玩家在那一場的策略 總之可能有一個人是專門拿checkpoint 是有機會才摸背 或者又有另一些是 整場只是靠摸背 來得分 所以就在這方面 他的設計雖然 差不多程度很高 但是他設計上來都挺有趣的 還有我覺得這部作品我最欣賞的地方 就是他的系列 編排得很好 他12集作品 他除了尾三的那一集 叫做班戟仔要特訓 要build up最後那兩集的大戰之外 他可以做到每一集都有一場很重要的競技 然後在那一集到最後沒有說 吊你一個禮拜吊癮 所以每一集你都會看到一場不精彩的競技 是很滿足的 我覺得是這個作品設計得最好的地方 講快 這部是 真是熱血 完全是熱血 好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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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欣賞他的 因為熱血王道 你這類影片不需要太過扭桥 所以卡卡就熱血 沒有扭桥 所有東西 所有東西的鋪牌你都可視得到 他無緣無故說一說一說 說一說說一說 要sunlimiter 轉過頭 麻美學姐就叫他女兒 sunlimiter 你都知道最後大戰一定是玩sunlimiter 我覺得這些位置 他基本上都沒有特別留懸念 單純是 你都知道他的走向 但你很想知道他怎樣走到那個位置 他在那些地方他拍得很出色 當然 我那些這麼麻煩的人 我當然覺得他 臨到最後那一場是沒有什麼懸念 這些人沒有辦法 所以 我最後那一場 他就 單純 是華麗 還有 他去到 真的 沒有那麼多 技巧性的事情 但他一路標準 每一場 他都是在那個世界觀 那個運動競技裡面是有策略的 而那些東西是有說服力的 我也很欣賞的 不過我真的沒有辦法 這一套作品話就說 四重奏實際上次讀奏曲 基本上 其他三個女國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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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純粹是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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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漢子在收口供 那 其他那些女國其實就 他在原作裡面 都 都叫做是 有他不同的 不同的作用 特別是那兩個一年生 基本上來到這套 真的跟背景版沒有分別 他最多是有一點點角色 那 主角更加不用說 即是男主角更加不用說 只是被人抹 就被人扔還了一二遍 所以 這一套作品 撇開他是一個 很有女遊戲味 他的作畫是很重女遊戲的時候 但實際上看起來是一套 相當之油脆的 二遍運動漫畫 那 我都看得挺個人 好 那 大戰中我其實 首先 測馬 不是說 很 即是 最初他沒什麼其在 因為 一般來說 比較穩固 穩固 你覺得他不行 好 因為現在 現在很少 Garrool Game改編 好 Garrool Game更少 所以 改編 他會動畫化 反而我覺得 是 他相對地 比以前 真的有些個人之處 才會拿出來 才會出來 好像 之前 套 灰色果實 在Garrool Game 那麼死尋尋的界別裡面 是出雷罰碎 才會 叫做 走出來 在這邊動畫化 所以 反而 反而 我是 這個年代 我對Garrool Game改編 反而會 多了期待 而 這一套 他 這麼反傳統 將一套 Garrool Game 變成一套 六八合二血 運動版 是更加有趣 對 一連頭 多了 現在 輕小說 現在 輕小說 王道 Garrool Game 不會有異世界 大把 你不看 大把 就算一把 你不看 現在所有好編 都寫輕小說 沒錯 沒錯 一定是這樣 OK 好啦 差不多 時間三 好像還有很多時間 還有很多時間 今天是否這麼短 不是 可以說多一點 說多一點 對 剛剛有新消息 剛剛看到 黑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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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來的 PA那套 喔 PA那套 剛剛官方宣佈了 是半年回來 二十六日 二十六日 二雲 二雲 拍不了 這套 幾人回來 是不可以 一雲 沒有人上去看 一顧就寄人回來 一顧就出現 一顧就出現 手裝機工 不到含到廢 補裝機工 算了 手裝機工是一季 一季 一季 我記得很清楚 一季 到含不到廢 因為寄人回來 少受不到一季 少受不到一季 一季 是不夠時間鋪排的 戰鬥 你花了那麼多時間 起碼兩季 打 每一站都起碼打15分鐘 有時還不打 好像黑客 拱撲木居羅 第四集前沒有打 有時不打 冒險少女拿丁和飄玲燕的編劇 大川九南 大川九南 八十多歲 八箱裡面是安帝斯俠吉的編劇 是呀 這是傳說名作 是呀 又是龍之之年代 全七年老爺 是呀 這就OK啦 這些就 大熱論特斯 真的 還有什麼說呢 其實今 是呀 萬眾期待 要做走的 哪一套 甲舌繩 他想說 第三集就要抓東西 第三集就出現了 第三集 他之前那兩集就是講 那些練師咬了人之後 那個人很快就變成練師 那個人負咬了 那個人三天都沒事 還有 你是飲了練師的血 水還是什麼 所以就是 為什麼三天都不變 你不變練師 第三天就變 好了 跟著阿毛明說 他半人半練師是吸血維生的 等等 就是 你吸血維生 為什麼之前那些人 完全不知道是半練師的呢 我覺得你這樣不對 就是這套 擺得明是B級 爽司片的時候 你又這麼 你又這麼認真 在那裡 擺放他的劇情 我看 這套不是爽司片 是什麼 我等大學應該這樣說 以大學內一流來說 這是小二科 我期待更加離譜的東西 不是 我覺得這些 這些東西 是可以幫他鬥的 不過 不過 這套是爽司片 你沒有什麼鬥 我是不會用 我不會用那個腦袋來思考 你不會幫大學人鬥 你之前看過革命機器 我不會用那個腦袋來思考 我只看無名BB多麼可愛 這麼有反差盟就算了 是不是 革命機器奶了 就算了 創施片的時候 我 跟他說是很合理的事 我跟他說是很合理的事 又跟他說是很合理的事 所以就算偽造了 我也沒有嫌 對 你不要像進擊那麼懶惰 實際上 只能笑 我沒有接受到 是不是 是不是 對 反而 他罵得很嚴格 罵得很狠狠的裁判 捱過了最終第一章 第二章就好 剩下的 什麼 根本就是 本身和作品的劇本好 是拍到你適合看的事 捱過了他的練習回和第一章 千尋死的 第二章說那個 那個 大江戶 他的 不是 怕我們當時劇情 他很輕人 因為 猶豫逼 猶豫逼 很久都是猶豫逼 大家都被抓回電影 看 猶豫逼 很討厭 很刺激 那麼猶豫逼 很有聲味 其實好了 可能只是拍了五集的關係 他對於節奏控制是順了 沒有之前那樣莫名其妙的古靈精怪節奏 起碼爽快了 才不會那麼拖拉拉拉 之前聽到火都來了 今次好花很多 就是這樣 本身打遊戲你可以順著 一晚玩通宵打爆他 但逆轉財富 每個星期等了二十多分鐘 你當然會覺得不爽 沒人自昏 曾經沒有人自昏 上集庭報堂 他就找了小中大 他其實說 大哥這是律師 你不知道是警察又捉真風 天中大電話給他 這席是樂趣 譴宗一潘的警察 那個 無缺用的垃圾 你都好快 大哥我大家叫莫名其妙不是這麼快 不是啊 醫生說小鐘大打電話 一分鐘後在門口出現 哇 你們在門口倒著嗎 我看這些 套爪點滿滿 不不不 還是那句 我之前這樣說他殺人那些東西 他不要讓我吐槽就算了 他其他東西始終都是AVG底 有一點誇張 有一點很不認識 我覺得是退錯分的邏翠 笑到我吐槽 我不會想看一張 他搜證 又搜一群 他在法庭在那裡創犯犯人 我寧願一次過看 逆轉賽本是一套爽片 我不希望每個星期等他 看回一些我已經很熟悉的劇情 所以我等這套 可能完完才看 爽度會更加高 因為轉賽本也是很熱血的作品 在我心目中 暫時想給他五集時間 他順利全靠有目的演技 OK 解不行 好 那三句就差不多 明晚 先說 招式 招式 招式圖鑑 圖鑑有圖嗎? 沒有 沒有 暫時未去到那個地步 總之是 推介一下 有什麼招式 大家很深刻印象 明晚 聽得比較輕鬆的集數 還有 說明天 大家一定 沒錯 一定 大家請留意一下 我們中快的節目 我們下個星期 再繼續保護神方議 拜拜 拜拜